其實選管會這次修訂區議會選舉條例指引 想規管網台在選舉期間 要符合那個叫做平等時間的原則 我們是非常反對的 當然第一樣就是 當你立法或者立例去管一件事的時候 首先你要知道那件事是甚麼來的 究竟網台或者網上電台網上電視台是甚麼來的 我覺得選管會他也是掌握不了這件事 怎樣去規管一個網上電台 互聯網是一個無遠佛界的媒體 你是不是只可以規管一些本地的呢 如果我的網台在外地又怎樣呢 或者我做了的事丟到外地再拿出來 再拿上網你又怎樣去規管呢 我們去過馮華那個諮詢會 其實他自己都覺得 越聽我們講越覺得很困難 接近是不能管管管管管 是浪費氣和浪費心機浪費功夫的 但是真實到那個諮詢自治之後 他會不會廣聽民意 聽我們這一幫人的意見 去收回他這個想利用規管這個 選舉那個報道時間或者公平時間 去規管網台呢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如果真是通過了這個叫做條例 對於互聯網網台來說 我想影響就不會很大的 因為第一就是你不是一條法例 你最多都是譴責我的 我們香港的網台大部分都很 腰骨很硬都不怕你怎樣譴責 第二就是其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我可以由選舉期間開始之後 我就說我每晚八個小時都叫做選舉論壇了 我就發了邀請信給全香港所有區議會的候選人 接著你來到就來 來不到就不來 那我節目就照做 來到那些我就照給他講 這個問題也都不是很大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我就是反而是怕一些候選人 或者一些本身好像我自己也是 自己是網台的負責人 亦都是一些政治團體 我是選民力量的 亦都是積極考慮參選的 到時網台不怕 但是候選人自己怕不怕 或者怕不怕麻煩呢 這個呢 就都還未想得很清楚 到時呢 他真是立了這條條例的時候 我們再從場計議怎樣去破它